中国的股市与美国的股市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的股市一直都徘徊在3000点附近 很多的股民都喜欢着梦想和期待 希望着有朝一日中国股市可以走出一个大牛市 而美国的股市 美国的股民很多都活在惶恐不安的上涨当中 总害怕会出现一些什么黑天鹅事件 让长达十几年的牛市截然而至 当然这是很多股民开玩笑的一句话 但是我们要知道 现在相对比来说 是因为美国强势的加息造成了全球美元回流 因为整体它给的利率 美联储现在还维持在5.25到5.5之间 对于一些很多生产型企业来说 它的毛利率现在已经被压榨到10%以下 如果你整个的一些一年 你碰到了一些其他差错 完全你担惊的受怕都不如把钱存在银行 可是美联储的利息能一直维持在这样吗 这也就是造成全球的一个红析效应 相对来说 其实很多的人都去抱怨中国的股市不去赚钱 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 就好比一些整个的胡锡进 胡锡进可以说胡主编 他从去年的3100多点去炒股 现在可能这个指数没上涨 可能指数跌了1% 但是你会发现胡主编亏损接近于5万块钱 你如果说他炒股很差劲 其实不是 他相对来说的炒股 已经他的策略超过了80%的人 为什么他会亏损 而且他是从一开始入市的资金5万 持续的能加到70万 对于普通人来说能加这么多钱吗 这可能说是一种耍无赖的方法 如果他不这样做的话 可能他的亏损在这一年多 他可能已经亏损超过了40% 你就会知道整个中国股市 现在挣钱的效应会很差 今天我们也可以看到 整个中国股市全天的成交额 7100多亿 而且整体流出了100多亿 而相对于美国来说 你会发现整个的标普 纳指或者是道琼斯 都在疯狂的上涨 可以说整个的纳指 由于英伟达的疯狂 英伟达现在有多疯狂 中国股市一天成交额只有7000亿 英伟达一只股票的成交额 达到了5000亿 而且英伟达突破了1100美元的关口 整个看涨的期权 可以说每100美元每100美元特别的多 可能说有的人说这种太疯狂了 竟然2100的股价都看到 有看涨去钱 你要知道英伟达现在的市值是多少 英伟达现在的市值是2.8万亿美元 如果换餐生成人币 大家可以看一下是20万亿多 很多人觉得这20万亿没有概念 那么我这么跟你说 20万亿的市值就等于中国的广东省 加上山东省 两个经济大省人口超过2亿 全年的GDP 这个就是多么恐怖 而你对比于中国的股市 整个的英伟达市值已经超过了深层指数 深层指数整体的市值流通只有不到17万亿 你算上非流通股票都19万亿多 不到20万亿 然后很多的人都不知道英伟达是干什么的 你就知道 你就可以理解为英伟达就是一个挖金矿的铲子 你想挖这个金矿 那么你就必须去他那里买铲子 为什么说英伟达在昨天的话又会疯狂的上涨 很多人觉得说已经疯了 有的人说就开玩笑说蒙着头 或者闭着眼睛去买纳指 或者去买英伟达总会挣钱 但是现在的话可以说 由于整个昨天马斯克的XAI 他初创的公司B轮的融资达到了60亿美元 可以说现在对于AI的融资是非常的疯狂 就是土豪尤其是中东那些土豪会疯狂的拿钱去砸你这个公司 可以理解为现在他筹集了60亿美元 那么他会干什么 他会拿着60亿美元去找英伟达买铲子 然后去挖黄金 所以说再一次的推波助澜了英伟达的上涨 那么英伟达整个的股市 其实对于我们中国也是有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他有一些概念 比如说这种铜缆的高速连接 玻璃机板 或者什么电磁屏蔽 但是这都不是重点 你要知道现在英伟达整体的市值 等于其他六个公司总和加起来 而且他在整个市场上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你虽说是有AMD的竞争 但其实AMD可能都是他扶持的 如果没有AMD 他就可能是完全的垄断了市场 他会受到反垄断调查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会看到 整体英伟达现在已经成了一个点石成金的神秘马良 可能大家这么理解 就是英伟达扶持什么公司 与什么公司合作 那么那个公司的股价就会飞风一样的上涨 然后大家也可以看到 他6月7号以后会拆股 一拆石 这个就有点像一几年的时候 中国股市那种大量的分配 比如说转送 然后第二天会突然之间回权 可是你要知道英伟达现在的市值已经逼近了苹果 而且未来英伟达很可能会成为全球市值第一的公司 然后聊到这里 我们也可以看到整个的英伟达股价 其实从去年的3月份到现在已经涨了5倍多 然后很多人又说 你看以前英伟达只有几块钱 它上涨了超过了400倍到500倍 其实我们可以正式的或者是冷静的去看待一个事情 中国的股市有没有这种神股 中国的股市真的有 中国的股市从这整个的三十几年的一个历程来看 涨幅第一的是格力电器 第二就是浮药玻璃 第三是万科A 大家觉得这房地产公司 其实这几十年它上涨了700多倍 即使排名第10的都上涨了100多倍 你要知道整体的中国股市 其实你可以理解为它是一个长线 也可以理解为价值投资 或者理解为它是一个政策市 但是我们会发现 其实现在这个情况 为什么在这个月份很难挣钱 因为你要知道 我们出台了整个的特别过债 我们也出台整个的房地产救市行为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会发现 中国的资金股市上非常的稀少 因为很多都已经被其他的抽走了 我们缺钱吗 我们真的不缺钱 如果说有一个良好的投资回报率的一个情况 你会发现数以万计 甚至十万亿的资金 都会涌入到中国股市 现在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如何去发掘这个情况 而且从今天整个的股市上涨的一个概念 你就会发现 整体的无论是这种所谓的刀片电池 或者整个的其他电池的概念 都在逐渐的受到关注 然后我们整个的新能源汽车 你会发现新能源汽车真的 已经是完全的超过了日本 我们整个的汽车出口量 我们国内的生产的工业 这种情况下 其实美国是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 去选择卡住脖子 如果与其你一直去养这一个人 你把他养费 其实没有竞争力 但是你让他直接断了很多希望 让他自力更生的话 这个你就会有一个很强力的对手 这也就是为什么前些年互联网公司 会大规模的招人 即使你这个人来了 你什么都不干我都花钱养你 因为当时他拿到了很多头的钱 他只要是把人才控制住 没有其他的竞争对手 但是如果出现了其他问题 这个对于他的市值固执 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一个竞争 为什么现在会出现大规模的财源 就是因为整体互联网 现在已经不太挣钱 或者说已经不需要再去养这么多人了 因为没有多少人会选择 再去冲入到这个行业 所以说当你冷静的去看待一些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中国的股市在6月份 是有一定的希望的 只要是楼市冷静了 或者是当整个的债市已经平稳了 那么剩下的资金就会往这里去流入 当然了这是我个人的一些看法 就是大家要把这个当成一个娱乐主播 就是闲聊的 没有任何的投资价值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